賣場然後做什麼 做化妝品的 女子來到銀行不斷跟警察解釋 為何要辦理約定帳號 她的東西要放我的賣場才去賣 兩千 你借她賣就對了 對 那她說常常比較多 而且我有這種監裁的通知 說是因為有人向她借賣場帳號賣商品 好讓錢可以匯金戶投 張姓女子還以為可以賺錢 沒想到 她給你貨 錢是你在賺 她還要給你租金 那她賺什麼 警察戳破 哪有這麼好康 女子財經局自己被騙 詐騙集團手法再升級 過去都是借戶投借帳戶 現在又多了借購物平台帳號 對方自稱化妝品公司 電視上正在找兼職工作的張姓女子 說要向她借平台帳號賣商品 除了會給租金一千元 還會提供商品賣 要是賣出還能抽成 女子想斜槓賺一筆 差點讓自己淪為詐騙共犯 因為過去投資被騙錢 女子賬戶遭凍結 才剛解凍兩到三年 這回又因為想斜槓兼拆 差點讓自己成為詐騙共犯 三位區的張姓杰李沛賢 桃園採訪報道